长照2.0带大家了解 没有想象中这么难 而且也没有想象中花这么多钱 甚至是不是有家族跟你说 一个月可以省下一两万块 是啊 因为他住不起机构 他也没有钱请外籍看护 所以这个时候运用长照2.0的话 一个月省下一两万块 都是有可能的 欢迎来到如果云知道 高年级生的大小试问凯云就知道 我们之前告诉大家 长照2.0服务好多 哇 获得非常多的回响 可是很多人就想啦 会不会非常难申请 或者是要填一大堆的资料吗 今天告诉大家 一指神功就可以申请完成了 那么到底长照哪些服务 我们简单带大家再看一下 长照呢 那么在服务的部分 至少分成这四个面向 包括日常的照护 交通接送 辅具 还有喘息服务等等 而且你的负担都很少哦 你的负担只要16% 或者是最高达到 像这两项最高是到30%就可以了 哪一些细项呢 我们上次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像是陪你外出 推着轮椅带你去公园 晒太阳散步 然后陪着你去看医生 或者是到家里头陪你聊天玩游戏等等 然后帮你买东西哦 甚至还有阿嬷要买 其实服务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还有呢甚至像日间照顾 像小朋友的幼儿园一样 然后家庭室照顾 像小朋友的托育保姆一样 这个都是在我们的长照服务当中 请问一下大家都觉得 会不会很难申请 你告诉我一指神功 记得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魔术数字是什么 是啊 打电话打1966 那这种电话到底要告诉哪些讯息呢 把你的需求跟1966 接电话的那个专员奖就可以了 比方说 我妈妈需要有人陪她去医院啊 那我平常要上班 我没有空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符合资格 能不能申请卫生局呢 就会派照管专员到你家 哦所以这通电话你要告诉他 家人的状况 高年级生的状况怎么样 你需要什么服务 再来既然要到家里 我们就要约好时间 这个约时间大概需要多久 留多久的时间 让他进一步了解做评估 呃至少要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对其实他跟你约好了 他也是希望一趟能够把你的问题 全部都解决 对 所以你留长一点的时间给他 他帮你把这个服务啦 都都拧定好 我还常听到有个长照小天使 叫做个管师 那个管师他又扮演什么角色啊 个管师他帮你调整计划 拧定服务计划 那他可能就是你的长照秘书了哦 你今天计划里面内容 可能随着高年级长辈啊 他的状况不一样 对 他可能因为一个跌倒 或是一次的住院 出院以后他的状况改变了 他的额度呢 或是等级这些都有改变 那服务里面的内容也会随着调整 你的个管师就很重要啦 他就帮你重新跟你讨论 重新再调整 或是部分做调整 所以个管师有点像是 长照秘书长照小天使的感觉 原本你可能只有 陪同就医的服务 可能未来需要 需要帮忙洗澡 帮忙这个陪同外出等等 就可以跟个管师说就对了 对你要变更一些服务项目的时候 好那补助的额度问题就来了 家里头这个高年级生 各种服务上来一个月可能要花到 假设好了7000块 可是有的家属他或许没有办法花到这么多钱 他可能只有5000块的预算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那他可能就会帮你做调整 比方说我们一个月洗澡22次 好像我们把它调整成18次或是15次 让你的部分负担可以降下来 达到你可以负担的这个金额 但是你服务又有使用到 是也就是现场可以马上做沟通 对对 然后包括哪一些服务 以及所需要的金额次数等等 都可以马上讲清楚 其实如果你家里头 每个月的预算可能只有3000块 你也不要不好意思哦 不管1000 2000 3000都没有关系 直接就跟这个个案管理员来讨论 就可以帮你做配套服务 所以打这个1966之后呢 就会有这个照顾管理专员到家里头 他主要做两件事 核定失能的程度 还有核定补助额度 接下来到底要需要哪些服务啦 是不是要帮你代购啦 然后陪伴或者是洗澡 各个方面的服务呢 是由个案管理员 他会来协助我们 甚至有的时候 我没有这么多预算 但是一大堆服务 我到底要怎么样取舍 也跟个案管理员讨论 那如果有的家属 遇到的状况 很多人都这样 就是可能高年级生 突然之间跌倒 或突然之间开了什么刀 之后要回到家里 从医院要回到家里 需要有人照顾 需要长照2.0的服务 这个时候又怎么办 他在医院 他还没有办法连结到的时候呢 我是建议说 找医院的出院准备服务中心 因为出院准备会 帮他连结长照2.0 从医院到回家的这一段 衔接准备 其实在医院的出院准备 就可以帮你做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 包括了照顾管理员 个案管理员 就不用再到家里头一趟 但是每个县市的情况不太一样 所以询问你的那家医院 或询问地方政府 就可以进一步了解了 那现在很多人有一些疑问了 我也要来请到 我们的这个个管师 如果说有的人家里头 已经有请移工在照顾高年级生 这样的情况 他还可以申请长照2.0吗 他只能申请部分的服务 好像那个喘息服务 他就可以申请 所以还是要看他的失能等级 还有他请家庭看护工的状况 比方说好了 礼拜六日 这个移工呢 他要请假休息 那家里的长辈没有人照顾的话 你也可以申请居家喘息 由居服员到家里照顾你六个小时 对 或者是说 我们的移工或许会陪同去看医生 可是我们总要中间有交通要搭车 所以也可以申请长照的交通服务 他只要符合四级以上 他就可以申请长照的交通服务 还有你刚提到的 负能的部分 不管是包括护理人员 附件科医师 然后等等的 或者是物理治疗师 需要协助赋能的部分 就算家里头有移工 其实这些专业的还是可以申请嘛 对 还是可以申请 那还有个问题 如果说家里的长辈没有到失能 那能不能用到长照2.0啊 可以 因为65岁以上的衰弱长辈呢 我们长照2.0的服务是非常广的 他还有一个叫做社区据点 就在他家附近 有开设这个西据点 长辈呢 每天可以去 去到那边 做活动 游戏 跟那边做一些社会参与 对 然后中午在那边共餐 对 所以就算没有失能 没有到衰弱的状况 还是可以借着社区的力量 让我们的高年级生 他有人际的交流 然后他在生活当中也有学习就对了 而且你看看到朋友一起唱唱歌 一起玩玩麻将桌游多好 其实唱歌是很好的赋能 被活掉 而且可以预防延缓失能 我觉得这是政府最大的一个用意 我们都希望长辈活到老是很健康的 所以听起来长照2.0至少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在家庭里头或者是就医的层次 需要协助的话 那么包括长照2.0可以帮忙 不管买东西代购各方面或者看诊 第二个层次是在于社区功能的层次 让这些高年级生可以聚在一起 一起学习一起欢乐 而且有人际交流对不对 所以家里头的长辈如果没有失能的话 真的也可以去询问一下社区 到底有哪些机构 他有哪些活动吗 我们家里头的高年级生也可以去参加的 这些对于他们的健康都有帮助 可以延缓退化 对 延缓失能这个部分 而且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是跟长照2.0有关 说真的是要好好应用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 如果说有人家里头的高年级生 他是住在长照机构了 已经住机构了 那还可以申请吗 长照机构的话 他就是已经接受我们讲的 住宿型机构的服务了 那住宿型机构的服务的话 政府是有补助费用给家属 这个部分 但是金额是没有很多 但他也在长照2.0的补助当中 所以尽管自己没有办法照顾家里的 这个高年级生把他送到了长照机构 记得还是可以申请补助就对了 是住宿的补助 好我们这次长照2.0带大家了解 包括他的服务项目非常的多元 真的是爸爸种非常多 然后再来他申请方式也没有这么的困难 只要打1966就可以了 哪些人可以申请简单区分 包括独居衰弱的老人家 或者是失能失智的人都是可以申请的 打起电话打1966就可以获得相关的资讯 没有想象中这么难 而且也没有想象中花这么多钱 甚至是不是有家属跟你说 一个月可以省下一两万块 是啊因为他住不起机构 他也没有钱请外籍看护 像这一次疫情外籍看护工根本进不来 所以这个时候运用长照2.0的话 一个月省下一两万块都是有可能的 又可以让家里头的老宝贝越来越健康 让我们自己省钱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有省一些时间真的是蛮好的 我们今天谢谢姊妹到现场 如果云知道高年级生的大小是问凯云就知道 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下次见啰 健康2.0APP上线啰 使用健康2.0APP 可以获得你想要的最新健康资讯 而且可以找到你所关心的健康主题 还可以收藏起来 赶快下载吧